光环致远心 大家好我是谷歌 这一期这个任务叫毛尖 因为上集的任务是这个我们潜入敌营 然后发现这个敌人有这个重火力的 这个重兵这个不排布 所以这个怀疑他们可能要进行这个大举的侵略 于是呢我们就要进行这个保卫反击了 因为定这个知道了敌人的这个驻军地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大举的进攻把他们赶出去了 这个显示显示在跟我们说明 我们这些这个有玩的同学也知道 这关其实是比较有开始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敌人的火力非常猛 这个数量特别多 重型的这些武器啊什么车辆载具啊都特别多 所以呢这个这关的话 一般来说大家都得要打个三十多分钟 有时候四五十 有时候可能死得多一些要到一小时 这个所以这关我要打好一点 就功课做的比较多 主要就是在打法上的这些研究 怎么样打会好一些啊什么的 这个技术方面 这个技术大家也看到了 技术属于这种也是普通水平的 我就是等于是 如果想要过关取巧 比较好的办法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问了一下大家的这些武器的使用方法 也是稍微都了解了一些 也是这回肯定会用得很丰富一点 比如是像针刺武器用来对付这个精英 确实是不错的 就是那种针刺的那种机枪 带有追踪的那个狙击嘛 狙击的话就是说得要连续射击射速啊 相对要比这个神射手步枪要快一点 一出来的时候 这个默认配备是神射手步枪和这个榴弹炮 人类的榴弹炮怎么说呢 不是很好用 近距离不是很好用 还是稍微远一点 因为近距离它会弹一下 一般不会这个 反动击中效果不会很理想 刚开始的时候最好就是找个掩体 然后就先把这能干掉几个是几个 因为他们这个我们看到他的视线集中在这个空中 你的这个支援的直升机 但是被他们弹掉了 我们可以这个趁他们注意力不在我们这的时候 进行这个杀击的 这个躲在石头后头 因为我们看到那里还有两个 这个中炮塔 然后还有一个精英是拿着榴弹炮的 这个火力非常猛 一般来说第一次玩的话 肯定要在这死上几回 我就是 先把小的都干点 完那三个 要注意的就是经常看一看周围那些炮台 他们时不时的就过来给你一下 精英不要着急的杀死 能杀就杀 杀不了就算了 这个我们主要的先把其他的人清掉 这样的话就不会被这个四面堵截的情况 就不会那么严重 一定要不要不要硬冲 不要硬扛 一点一点要把他们消耗 因为你这个人少 但是这个他们你有这个榴弹炮 他们也不好冲上来 所以还是 如果他们要是扎堆冲上来的话 你就用榴弹炮 这个总之就是这样的选择嘛 应对 这个精英 把他假打没了 不杀死 反正把他这个牵制开 把他这个打退回去都可以 关键你现在要做的是 其实这个炮台要比这个 精英好对付 但是比精英和炮台都在打你的话就不好办了 所以我们先把精英打退 然后对付这些炮台的时候 给他一炮 就可以把上面的这个罗罗打下来 只要两个炮台同时打掉的话 就可以这个什么 就是就可以有 风中火力支援了 我们看到这个火力支援已经有了 这个精英也被我们一炮轰死了 这个精英手上榴弹炮 推荐还是减上 手上最好拿着重火力武器 榴弹炮 这两个榴弹都拿上 我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精英武器的话 地上随便解 我后面没有用到机枪 因为这个我都是抢载具用的 就拿这个 电疆 电疆枪 电疆手枪 电疆手枪 我们知道可以用来破甲 还可以让这个 载具暂时失去这个功能 这个是不错的 就是说你要是想抢载具的话 先把它打停了 电疆手枪先把它打停了 以后再抢这个效果比较好 我觉得还是我开车好一点吧 这个这两个家伙挺碍事的 有时候你抢载具的 然后他上来 一砰砰砰砰砰 连你带载具一起给轰下来 这个挺坐质的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 把它们带过去 然后卡吧 车卡在某个地方 免得他你下车以后 他自己又开上到处跑 这样的话 请我去市场稍微控制 毕竟这不是队友 不是这个 是AI 不是这个玩家来的 来能受你控制 所以你要想到办法 先慢点看 我就这样半血 一直走了好久 好像这关我用药 比较是看到一个载具 那个载具的话 不要 因为后面有这个 更重型的载具叫成面图 让大家看就知道 我光环的这个 不是很清楚 这个就要 卡在这上头 卡的话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过去抢这个 高级的载具 拿这杆枪 一般来说 蓄满力开两枪 保险期间是这么干 在哪呢 在这儿 一般远距离的时候 就开始蓄力 不要太贪心 等近距离 先开一枪 然后再蓄力 起来以后再给一枪 就下来 刚把他带下来 小心不要再被他抢上了 那还有一个 这个炮 这个车抢上了以后 那就很强力了 无限榴弹 然后这个 那就很高 只要不碰上 比他更高级 基本上没啥危险 然后我们有了 如此重火力以后 攻这个炮台 就好办多了 如果你要是直接单兵 这个带着那个车 过去打的话 因为你又要开又要打非常不方便 这个电脑又不是很聪明 然后这个敌人火力也很稳 因为这个载具还可以进行冲撞 这个吉普车撞人 效果不是很好 像这个精英 你要是实在不好打的话 直接撞死 撞人其实也是个不错的 比这个炮要好用 一撞都一秒 然后 这个撞是L 按住L LT键 这个加速 就是人手榴弹的那个键 那样的话 就可以远距离缓冲一点 然后就可以把它撞掉 这个里头呢 这个炮台 你想把它拆掉 方法有很多的 这里面算了 不管了 不管了 把这个车先停远点 因为这个 把这个炮台打掉以后 会有空中火力 这个再给它补一下 扔可守卫效率高一点 这个如果开炮的话 还挺麻烦的 把它炸掉以后就赶快离开 哎呦 等错了 等错了 等快离远点 因为等会空中火力 会这个直接把它拆掉 你看 攻 通过一遍 目标完成 我们等姐姐上车 我们一起走 我看换个手枪吧 手枪补充一下 最好提前准备好 免得到时候 这个找起来再麻烦 但是好像没想到 50发的话也够了 哎 这不竟被被这样一炮轰完了以后 就就周围都不弃都没有 我刚看还有两个电枪手雷呢 也没了 虽然身上够了 哎呀你别上去 哎呀 你个混蛋 上次这个 我以前做功课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 我死了完了以后 这个车停的比较远 我怕被轰掉 所以我就把车停到远的地方 然后下车 然后把那个敌人的载具 这个干掉了以后 然后这姐姐就开上车了 我正过去呢 然后她直接就冲过来 把我给装死了 真的很无语 这个地方的话 我推荐等到这个 要干这个车 下车的时候 就要把车停远点 哎 先干什么呢 这个这个重 重型的嘛 这个比我们还高级 所以我们 她上面有个炮手 就然后再有一个 总之你先把上面的炮手 这个 机枪手干掉 看到这个 你打她 这个加分了 哎 就可以了 哎 加分了 那就好 这个就可以下来了 哎 还是刚才一样的办法 来枪灯 然后直接给她扔可手 这个 这个车我开过的 跟那个 其实差不多 跟我们现在用的 那个其实差不多 但是射速还慢 我还是比较喜欢 这个小一点 哎 我们那辆载具也没了 你就换这个小 也够用啊 因为后面有一段 不能骑 所以早晚也得换 哎 我先把这些家伙干着 轻轻炒 嗯 这个可以直接跑 如果跑的话 又可以节省一段时间 嗯 赚分的话 还是速攻 还是要更划算一些 因为我们看到右下角 这个游戏时间 是有分数加成的 你过关速度越快 哎 这个 双倍的分数 那绝对是要比 你这样慢慢打 这种杀敌刃 这种分数要快多了 而且安全的多 再加上你用我这种打法来 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发分的话 这关不错 发分这关不错 因为这个敌用数量非常多 又有载具 可以进行大面积的厨杀 然后分数比较高以后 然后你再用这个 比较合理的打法 这关过得快点 哎 这个不错 还下一关也是 下一关也是 不过下关 这个叫 翻翻场夜 是一场空战 你杀敌非常多 因为都是飞机嘛 一个分数就150 然后很容易就上 上上 上好这个六七千 拿不好也能上六七千 分数的话 一般正常能打 这个游戏在四分钟左右的话 可以打个 这个2000多点CPCR 哎 这个我们要是用 刚才那个载具的话 挺远点 再去干它的话 哎 就是直接一个榴弹打过去 那一片就清场 可以这个 正的徽章什么的 还挺过瘾 但是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先把 在远距离 哎 用我们这一刻 这个小七枪 先把那个干点 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 进去过去 哎 好了 走吧 人家有个怎么去 这边都好过 因为这里要经过 这个建筑 所以你怎么样都不能 那个叫什么来着 撞死他 哎 哎 哎 这 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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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了 哎 这 巨大的 还死了一个 巨大的 头顶上还有几个 呃 如果你要是不把他们干掉的话 这个 你的队友很可能跟他们在这纠缠 然后你冲到前面就只能是单兵作战 哎 我们放 我们带着这一发榴弹炮 哎 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新闻的这个榴弹炮的 这个 可以装备弹药数量多 然后又是这个一片伤害 可以有吹飞效果 哎 不不追求杀敌 但最起码这个能一片能把敌人牵制住 哎 也是不错的 嗯 这个要杀人的话 其实还是被两把枪嘛 哎 这个电江枪 电江枪效果也不错 哎 又是手的一片了 哎 还杀掉了 哎 到这里 这里前面那里有一个油桶 嗯 这个能不能打到 哎 好像不太好看清楚 不然大家能不能看到 哎 在那儿了 哎 能不能看到 然后 哎 算我换个那个什么吧 换个那个 锯 小锯 换这个锯 然后 哎 这能看到吧 哎 打不到 哦 那有根柱子 看到没有 那个那个那个 那有档子 正好打 打到了 我们稍微往后退一点 哎 好 打到了 打盖子他可以打掉 然后慢慢等着吧 他 炸了 炸到了 哎 拿针刺打 针刺的这个 还是不给力啊 这个要 要 要打中几发 然后都扎他身上 然后引爆啊 这才能发挥威力 这个一枪一枪打不给力 还是 还是守了一双 嗯 我们换掉吧 等会前面有机枪 这个 有些人说这个机枪威力不好打进 打进 打进 不好用 哎 其实要我觉得的话 还是 还行 也 这个一缩子弹杀一个行动可以 就是说 基本上 哎哎哎 对 我前面还想说呢 这个 这关我死 基本上 还是死了两次 一次是被 一次是被雷给炸死 一次是被车里装死 这个正悲剧 哎呀 被拆甲了 往后撤 能先顶一会 发生机枪了我 哎 我不记得这还有个精英啊 和雷 哎呀 没跟好 应该再往前一点 哎呀 这个 这回又是电僵 我还以为是那个什么呢 电僵手雷滚不远 我还以为是那个啥呢 看那边还 还把他打炸 这里我应该其实应该给这个榴弹炮上个蛋 两个 两个就比较爽 还不错 榴弹炮已经没子弹 那我们扔了吧 调整一下武器 这个针刺机枪 哎 还有这个电僵枪 哎 电僵炮 这个他已经从炮架子上卸下来了 炸下来了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拿上 新门的吗 啊 还是用机枪吧 哎 这个 二百发 火力又猛 虽然说戴上走的不快 但是这个 过这块 过这块还是很猛的 大家看了就知道 哎 不要这个 太明显 注意那个 刚才那个红色的标记 那是一个比较强力的精英 这个 假厚 然后还拿榴弹炮 我们贴着墙边走 然后慢慢慢慢贴近 然后靠近他在哪 拿着这个重心武器 还不信干不过他 对轰看是轰得过谁 哎 在这 在这 还跟柯雷上 哎 这个真的很 哎 干掉了 这一个就看到了 服务数就二百二十五的 说明这个精英不难对付 很贼的 这个你要是远程打的话 他动动就跑 就动动就躲起来了 好像就是在这死了一次 吃柯雷 等会下去的时候 现在还没还早 这一个 他这个 一个 一颗电章雷 哎 还不是这 一颗电章雷扔我身上了 哎 两个 这颗雷倒是真的不错 好像就在下面 下面给挨了一下 挨了一颗雷 哎 就是 直接扔到身上了 完蛋了 好像就死了两次 这是一次 哎 看现在已经是三千 五 啊 可以退回去 三千五百分 刚才 下面敌人这个比较散 你直接跳下去很可能被围 所以在上面稍微轻一点 哎 差不多了 这次就要小心了 这次就要小心了 哎 哎 他还是会扔雷 我也给他终于 看看有没有什么要拿的 哎 知道过去以后就会有几个载具了 哎 这里有个 算是 叫什么 理解成电章火箭筒好了 嗯 比人类的火箭筒装弹量多 但是威力要小 但是他跟这个人类的手雷一样 有这个黏着效果 哎 就是这个 命中以后 哎 贴在他身上爆炸 哎 这样的威力就大了 补充好 哎 然后 干了 好 嗯 换成电箱手枪吧 等会要用的 我们拿重火力武器 然后再配一个这个 应该够了 主要是拆他载具了 因为后面有这个 嗯 这个 大型的这个叫什么 这些载具叫什么名字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前面那种 我扔手雷炸掉的这个 哎 这里杀不杀都无所谓 不理他们也没关系 哎 好 可撞死 这个车对付 杂兵的话 哎 对付 只要是 不对付战车什么的 还是很给力的 西门 小无敌 哎 但是这里的话 你开上这玩意儿 就不是说无敌的 就 上 就 就能干他们的 因为后面有两辆这个重型的 这个 榴弹炮 榴弹车 嗯 撞的吧 哎 建议这个 就到这里了 建议先把周围的杂兵清掉 还是一样的办法 先把他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机枪手干掉 哎好干掉了 呃然后呢 把这个车停远点 别让他这个给轰掉了 好的 然后还是一样的办法 注意他的炮啊 虽然说没有机枪 但是炮还是要小心吃一下 正正正的吃一下就去了 他出这个 哎 红色标记提示 再来一枪 哦 好 强盾 人可累 哎 这不然能不能强行 把人击出去啊 好干掉了 我们就 呃 要不要 补充一下 换一个 这个 子弹多一点的电击枪 哎 就给我弹弹一下 没分清楚 哪边是车头 搞错了 哎 进一个 这样打法还是比较好的 直接把他车就拆掉了 换个子弹多一点 哎 不过等会我就死了一会 这个 对付第二辆车 有个办法就是 可以直接引他 去撞一下悬崖 不过 好像 这次没有弄好 其实是就被他给撞死了 这个我也是 这个 打法也没打 对 应该是先把周围的这些 杂兵先清掉 我刚 光顾着去打他了 然后忘了周围还有杂兵 哎 好 炮手干掉了 哎 他撞过来了 你躲过去 他要是撞过来 你躲过去 他直接就撞到血压里头去了 等会大家就能看到 哎 这个 又得重新来 哎 这个 还是先先 先剪枪吧 把枪剪了再过去 哎 这呢 哎 剪错了 走人 哎 还是这样 先注意打杂兵 但是注意他不要撞过来 小心 转过来的话就赶快躲 先中炮把剧鞋干掉 他自己就撞他自己就掉下去了 哎 然后呢 这里有几个杂兵 呃 先不要着急去拆炮塔 先把人清完 因为你开的这个还是比较好打的 精英用撞的吧 这个用炮打实在太费事 嗯 当然你要是撞的话 他有时候也会躲 看你就是往他右边轰一炮 然后再往他左边撞 这样片一下比较好 然后这里会有两个中炮手 注意哎 一定要先把他从这个角度引出来 因为他一般是从这个位置 出这个门的这个可能性要大一些 然后你再绕过去 绕过来 我告诉大家怎么做 要到这里 哎 这里其实是可以开上去的 硬冲 有载机的话 可以硬冲上去 上来了 然后下车吧 呃 藏着点 别让他发现 让他出去 让他出去 他可能他以为我们还在那边 他没看到我们 然后等他出去 我们直接把这个炮台拆掉 人生克雷 走人 然后开上这个炮车 过去再干他 这样的话把这个炮台干掉了以后就会有这个你的友军就可以来支援这里 这样的话你也会好打一些 然后 如果没有载具的话可以这样 你这个有载具 就可以 本就是轰 这个 基本上就是 就后面有一次遇到这两个重炮手的时候 呃 你没有这个 没有什么重火力 只能跟他们 不会 如果还好地形比较复杂 你跟他们纠缠 可以 但是其他地方像 都不太好打 所以你就可以 一般来说 都会有一些重型武器 哎 像这些载具什么的也是 好 这就清完了 还是挺快的 哎 其实这关我要是没死那几次的话 可能时间会更短 可能20多分钟吧 这下上飞机基本上快进入这个本关最后阶段了 最后阶段又是有一个可以取巧的办法 这段 我好像是愣了一下 那个 因为我去接了个电话 螺旋卡 最后一段 哎 这个 你所要拿的这个榴弹炮就 比你什么样好多 这个威力基本上跟火箭筒差不多吧 这个炮 然后弹速又快 虽然说没有追踪效果 可能叫撤甲弹吧 哎 这里我还愣着呢 哎 然后才反应过了 鱼炮死 你就是轰吧 这个又不会 不会过热 你就连续按就行 它不是连射的 是这个手动的 半自动的 所以你这个得要 瞄 基本上你瞄出红心了以后 哎 打出去就会有伤害 哎 基本上这些小炮台都是一炮死 哎 但是这个战车 哎 这又不是看完 战车可能要多炮 多几炮 可能四五炮了 先把这些这个炮台干掉 这个战车很难打中我们 但是一发打中我们就下来了 哎 这就清长了 哎 这个不好意思 我继续接电话 这个 我是说我录的时候接电话 不是现在 游戏的时候我接了几次 我们现在因为他的机器在这里面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这一个防护罩给关掉 是我们就直接就冲进去了 但是要进去的话 空中火力得要有 得要想办法进去啊 周围有没有了两架这个重型的这个防护炮台 所以我们这个没有 不能进行空中的这个 这个空降 所以就先要把炮台干掉 然后才能进来嘛 我是觉得是这样理解的 哎 除了这我们的两位488勇士 其他人全部变当了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像我们一样的护甲 哎 前面的武器就不用 不用准备了 因为到这里 武器是给定的 一个机枪 一个神射手部枪 然后这里有这个喷射装置 喷射装置 总的说就跟高达里面的那个喷射装置一样 不是让你飞行 但是可以给你这个喷射一定比较高的空间 我是说游戏能够高达 这里这个就不用跟他们 不用他们干了 毕竟是敌人的基地嘛 兵力很多的 你又是两个人 所以还是不要硬上了 我们直接去干正事 哎 就是去关掉他的这个 哈哈 西洋玻璃罩 这里有劲道 哎 可以直接这个过来 可能你有这个喷射装置嘛 然后哎呀 继续不用 虽然说跟你有个车让你过去 但是也不用 还是有办法 直接从这爬上去可以 这样的话 把这些多余的战斗全部避免掉了 来 节约很多时间可以 我们看底下又是重炮手了 啊 又是这个 敌人的数量非常多 看到没有 那样还有 这炮台又重炮手了 我们直接就这样 哼 过来 音音呼 过来 嗯 接下来的战斗 这个有几个重兵 有这个 有几个小鹿鹿 然后这个 还他们还会 我们看到就在刚才那边 还 他们还会 其实手雷扔得特别强化 先把这几个干点 有三个吗 四个 一个有三个先干点 然后但是等你靠近了以后 会有一个鲁鹿是拿着榴弹炮的 我们知道这些小家伙 一吃枪的话就会有硬直 所以我们开枪走过去就好了 不过你要先看准他在什么位置 好像他 好像他给跑掉了 然后有一个拿这个近战的精英 看到他要冲过来就开始蓄力 等到他走近了以后 把他夹打掉再补一下这个近战 哎 就可以了 杀这种近战的这个精英 我都是这么干的 比较好的伙伴 因为这个你要他一看 要是甲被打掉的话 他会跑 跑跑 但是这个 你打到甲 他会这个冲的特别猛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下 这一关的任务就完成了 上集给大家说 演示一下DEMO怎么怎么做 这个 不知道的同学请勿示吧 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不知道的话 就当长个知识 哎 这个服装的颜色我换 换的跟队长很像 这是Nobal 1 Spyre 1 is green and you're free to engage Have a nice day Copy that,Nobal 1 Be advised,all ground units Frigan 318 Heavy is inbound and MAC grounds have been authorized MAC grounds In atmosphere One way to get their attention Hang on to your teeth, people 后来我们想用这个战行 来把他的这个基地 就封掉的 没想到是DEMO的一个陷阱 头顶上有更大的家伙 DEMO直接母航来了 Nobal 1 UNSC Brigade Grafton Do you copy? Grafton is done 直接 快吐顶上 直接家伙 这么大 基本上就是一个星球一二 真的很有这个外星人入侵的感觉 哎 那么好 我们这一关的任务就结束了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DEMO怎么 怎么用 哎呀 好漫潮的毒牌啊 看一下成绩 好像这个 因为 这个游戏时间的记录 是把你的这个 连过场剧情都是计算在内的 所以要是不算过场剧情的话 应该时间会更短 就可以拿更高的分了 啊 要是呢 有个最 至少得有个1.5倍 那就可能是2000多了 加个 加个600 加个700 加个700的话 可能 加个800就是 2500 成绩还是挺多的 各种 各种成绩 最多5杀 好像是 炮轰的吧 哎 这个 还可以查看你杀了一些什么敌人 然后轰掉哪些载具 炮台什么的 哎 那么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DEMO怎么演 在主菜单里面选择剧院 然后这个选择影片里面 你看这个暂存记录就是你最近 打过的这些DEMO 他会记录在案 然后等他加载 嗯 我们加载这段时间先跳过吧 然后直接播放 读盘跟游戏时间差不多 嗯 这个DEMO是不能跳过 你只要是过场剧情你没跳过 哎 在DEMO里面也不会跳过的 嗯 算是一种强制的吧 哎 但是这个按这个RT键 可以快进 哎 当然这个LBT也是快这个快退 但是快进的速度好像最多只有两倍 我不知道怎么调这个 我只知道可以看DEMO 但是这个细节上 哎 我们这些尽量快进吧 这段过场 过场 剧情 哎 也可以这个截图 哎 然后他会问你是不是要这个 保存 我们不存了 我们就演示一下 嗯 没声 这个 没声音 他声音是按照DEMO的那种程序 程序流程式的存 不是这种录音式的保存 要不他这个一个DEMO 这这么大的剧情怎么可能会 这个 才几兆呢 哎 音乐看 他是这样加的 哎 你不要说录好了以后 然后拿 直接拿DEMO录 我不想 我还是比较愿意录实况 就是 先 先打 先录 录好了 再录 再录DEMO的话 这个太 太 太 没激情 哎 这个前面 我不是刚开始躲在石头后的打吗 哎 就是这样 然后可以这个按 按这个叫什么 我看下是我老忘 按Y 就可以这个切换视角 然后第一人称 第 第二 第三人称 然后还可以这个直接就是 全局 幽灵模式 按三角式 这里我们就不看了 嗯 如果这个他是暂存影片吗 只能存一定数量 如果你要是这个想把它永久保存的话 呃 在菜单里可以选 你选中这个你暂存的录像 然后按X 按X 就可以有这个选单 其中有就是有保存的这一项 你可以保存到硬盘里 哎 等会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嗯 哎 退回去了 哎 选择影片 然后暂存记录里面 我们刚才打的毛街 然后 按X就可以选 储存 或上传 按按分享 就上传到LEO 哎 这样子选中以后他就会保存了 很小的 好像没啥了吧 来看一下 就保存本期的啊 然后这个存过两个 哎 就这些了 嗯 那么好吧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